让我们请出求职者 傅晨晨 25岁 上海理工大学应用数学专业 硕士在读 各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叫傅晨晨 先就读于上海理工大学 是一名应用数学研三的学生 今天想找到关于数据分析岗位的实习 谢谢 欢迎你 傅晨 来 请将报名表交给我 好 来 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应用数学专业 毕业之后 它的就业岗位都是哪些 这个呢 是我在大学的时候读的是 应用数学偏金融方向的 就业岗位 百分之三十 银行证券 一些金融性的企业 还有百分之五十的 大概就是教师类的岗位 还有百分之二十 就属于大数据方面的 到研究生因为就读的方向是偏应数学了就 就我们专业百分之五十现在是教师岗 百分之三十是属于数据岗位 然后百分之二十的就去一些事业起单位了 那你现在如果研究生毕业之后 你想找一个什么岗位呢 我现在想找的是一个关于数据分析方面的 你今天来找的是实习岗吗 是实习岗 你什么时候毕业呀 明年的三月份 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在你过往拿过的奖项里 含金量最高的 2017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国家一等奖 一等奖的概率是全国是百分之三 还有一个是关于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那是国家二等奖 我的天哪 那你当时参加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你是以什么身份参赛的 是以队长的身份 其实作为队长 你除了在竞赛方面的话 还有一些要考虑到组员的团队合作 因为你在选组员的时候 它毕竟是一个数学类的比赛 你要考虑到一些有些人是做数据的 有些人可能需要偏文字方向的 那有些人可能善于用一些 软件 那我们做图的时候就非常方便 其实这里头有一点管理的意思在 对 要发现每个人的长处 可以这么说 安排他最合适的岗位 让他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 对 那你觉得你对于其他组员的这个安排使用 虽然只有两个人 和你最后获得这个二等奖 他们之间有多大的关系呢 就怎么来说呢 这个比赛其他组员可能得奖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到很不开心 为什么呢 但是就是有些比如说 那个队长给他的分配的任务太重了 可能超出他的承受范围之内 但我们组员凡是都以协同的方式来合作 我们不但最后得了奖 而且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都很开心 就是你觉得比较能够好的调动组员的积极性 对 像这种理工女啊 在舞台上很难展示 因为太专业的东西展示 不用 我觉得他把这几个一等奖往这一放 已经有 肯定会有企业会留灯 这个说明他放的奖项是有含金量的 被徐博士认同了 你这个现在的站姿和你手的动作 是表示你紧张呢 还是紧张呢 好像是有点紧张 我感觉你两只手在后面掰得都快断掉了 一般都是领导都是那么站 那我就这样站 这样你看漂亮多了 我们在学校排队的时候 就是一直这样背着手站 那是小学吧 现在咱们都大学快毕业了吗 是 对不对 放松一点啊 陈陈 你的性格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性格 我是一个很积极阳光的 对待事情的话 我也考虑它的多样性 比如可能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第一想到的是 如何来使自己开心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让自己很愉悦地参与这个工作中 而不是说我在这个工作中 虽然完成了但是不开心 就会调动自己的积极性 然后开导自己 你内向吗 现在是不内向 那什么时候内向 很小的时候可能会内向一点 为什么内向呢 就是我从小的时候 我是一个留守儿童 我的爸妈都不在身边 我跟着爷爷奶奶一起长大 然后呢 就比如说我在初中的时候 回到家里面 然后别人家长都可能 衣服洗好了 叠好了 然后饭也热好了 然后回去都很开心 然后我回去的时候 就可能爷爷奶奶年龄大了嘛 我就感觉自己没有被得到关注 然后没有得到被爱这种 然后慢慢地就很孤僻 就不愿意和别人交流 我感觉自己是不是和别人差了一点点 就慢慢地就养成了一种很孤僻的性格 什么时候突破的这种性格 上高中的时候吧 就是高中的时候慢慢地懂一点事情了 感觉也稍微理解一些 为什么别人的父母在身边 而自己的父母不在身边 第二是我受到身边人的一些影响 当时遇到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在那个时期 比我还处于更窘迫的状态的时候 他就告诉自己 他说我在这个环境中 我必须要坚持下去 那我怎么办呢 就和别人交朋友 就一直无私地奉献自己 有别人有什么事情 他很乐意去帮助他 就在他这样一种很乐观的心态 就影响到我 我感觉我也可以这样 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封闭起来 那为什么我不可以参加一些活动 去开放自己 把自己变得开心 那我想通一些事情之后 慢慢地就变得开朗起来了 那你做过哪些帮助别人的事情呢 就举一个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 担任的是班级的团支书 因为班级有一些男生 比较的内向 就不愿意和外面人交流 那我作为班级的一个干部 然后我就在客家了解 在他这个小世界 他喜欢什么样的活动啊 或者是一些他喜欢的事物 然后我又把这个事情 举办一个活动 让大家一起参加 然后大家参加 他会感觉到 说不定这个事情 大家也都喜欢 然后慢慢地 他就特别喜欢去参与班级的活动 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现在和爸妈接触多吗 现在和爸妈接触的也不算多 因为鉴于自己的一些情况 我比如大学的时候 基本上经济已经独立了 我就在周六周日的时候 然后寒暑假的时候 都会去外出打工 因为我知道 兼职 对 兼职 你赚钱干嘛呢 养活自己 对 养活自己 还给爸妈吗 那倒没有 那倒没有 然后大学四年 一直到现在研究生 基本上处于独立的状态了 自己养活自己 然后这样也导致了 我寒暑假 一般都是不回家的 没时间 对 没时间 然后就在我考上研究生那一年 家里也发生了一点意外 就是我的妈妈生病了 生病得很严重 所以现在也不能干重活 相当于 现在家里的之处 就生我爸爸了 然后现在就导致我 就更独立一点了 感觉自己 尤其是当我妈妈 进手术台的时候 我爸爸拿那个医生 给的那个手术单 然后就颤抖地交给我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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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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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妈妈会没事的 其实她心里也很不确定 因为当时 当时我妈那个病是一个癌症 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感觉 我是家里的老大 我是不是该独立起来了 然后就 之后呢 我就会更努力地去 就是养活我 然后会支援我弟弟 不好意思 这姑娘很真实 妈妈现在身体怎么样 经过化疗的时候 现在基本上算是康复了 就很幸运 我爸爸妈妈是一个 非常乐观开朗的人 尤其是我妈妈妈 然后他们就是 也影响到了我 所以你最理想的工作状态 写的是 面对每一件事情 都能够保持微笑 而且一句话评价自己写的是 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是 同学眼中的你 是积极向上的 小太阳 对 而且你的应聘宣言 跟我们阶梯 上面的一句话 是完全一样的 总有一份工作 非我莫属 挺好的 既然妈妈平安健康 没事了 我们也鼓掌 表示庆贺 谢谢 一个乐观的家庭的父母 其实对孩子的影响 也是非常重要 对 所以说 其实每一个人都学会 拥有积极的情绪 让你去调控 因为 坏运其实人人都会遇到的 但是好情绪 是自己来调整